我直接跳去介紹Greener 就是剛才說了那麼多的好處 今天我介紹這個叫Greener的Data Base 就是關於環保、能源和自然的資源 裡面我剛才說的內容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在裡面找到的內容 就是你找到什麼資料 就是我們放些什麼內容 就可以找到出來 那裡面的內容來說 大家看到這個PowerPoint裡面就看到我們 現在有多過一千份的Selected Journal 和Magicine看到裡面 多過五十本的一些參考書的資料 就是以前這些參考書放在Lagery 那麼厚一點 你不會借的 或者你其實也不會看得那麼重 就是你也不會借到 因為圖書館也不給你借 那麼厚一點 所以現在我們把裡面的內容放進去 你現在只需要在電腦前面做個Search 那麼裡面的resource 其實你都可以放進去 那譬如我們有些什麼的reference content 譬如Encyclopedia of Pollution Encyclopedia of Properties Health Gitari等等 那麼我們都會把這些內容放在Data Base 另外當然Data Base來說 除了Text 即文字之外 那麼我們都會把一些 Multimedia 譬如一些Video的Content 放進去 那麼我們就跟不同的一些 就是新聞的source去合作 那麼現在我們的total呢 裡面就放了7000個video 去關於環保你的topics 的video呢 我們再不去看 那麼PowerPoint呢 就不說那麼多了 那麼我直接跳去Data Base 那其實大家進去Data Base 那其實大家進去Data Base 那Greener是屬於EgoL這個位 那麼你再點去Greener 那就是有一個簡介的 那麼你點進去 就可以直接進去Data Base 就進去這個介面 OK了 那麼所以你進去的方法 其實都是這樣點去連結 這樣就進去這個版 那麼Greener的全名 大家看到這個title bar 就看到Global Reference on the Environment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那其實大家看到呢 這個介面呢 跟你們想像的Data Base 又可能有些不同的 因為你想像的Data Base 以前呢 在中間呢 可能是在中間一個search box 然後呢 就是沒有什麼的了 一個search box 你打個keyword 就這樣search search到這個resource 就算了 那麼我們這個設計呢 其實其實是 是比較給學生去用的 那麼你看到比較多的Graphics 就是比較像一個網站 我們現在呢 就不是很鼓勵大家去去search 所以你看到search box 放得很高 就是細一點 我們現在鼓勵 同學呢 你們去留覽 因為呢 你search呢 有個問題呢 就是你打個keyword的時候呢 可能剛好你那個字柱錯了也好 又或者那個search terms 剛好這內容 因為都是電腦search的 那麼剛好那些文章 沒有你那個search terms 就是大意是差不多的 就是你想search到這個 resource差不多 但是剛好沒有那個word的話呢 那你就會錯失了一些的resource 所以我們現在鼓勵大家去browsing 我們就把那些article 就是跟你那個想找那個大意差不多的 意思呢 就group了在不同的topics那裡 所以大家呢 我們鼓勵呢 現在就是 你根據你想找那些資料 分到不同的類別 不同的subject 那你就可以慢慢去click進去看 待會會給大家看 你可以bytopics這樣search 就是左手邊這個call up browse issues and topics 可以byissues或者topics去做一個留覽 又或者你可以by地方 即是譬如你想找有關的中國環保議題 你可以點入這個google map 再去慢慢去看 待會我都會給大家看 那第三部分呢 就是個video 剛才說有7000多個video的 我們跟不同的新聞的source去合作 或者是multimedia的source去合作 比如這個就是New York Times的一個video 那你也可以做一些search 去找一些不同的video 我們將那些video做了不同的index 那你打個keyword 就好像你找一些文章出來 你可以找到不同的video 第四部分呢 大家看到這個介面 裡面第四部分呢 就叫case studies 因為我們發覺環保議題 其實很多很多的討論 但是我們發覺那些professors 或者學生 其實很喜歡這類的case studies 就是比較真實的case 就是practical的那些 我們都放進去的 也可以 你也可以search 就是根據不同的你想找的case 去做一些searching 最後一部分呢 就是 因為裡面 剛才不是說 有1000份的雜誌部長在裡面 那你除了可以做一個general的search 之外呢 你可以逐份看的 你可以根據你自己的喜好 將這個介面的頭那幾份去改變的 這個其實可以自己做一個 就是你自己做一個registration之後呢 你可以有自己的qsigname和password 你可以改變這個介面 那你每次login進來之後呢 那個介面就會顯示你所選擇的 那幾份雜誌或者報章 那你每次按鈕就可以去看 那我做一些簡單的example 給大家去看 那這個介面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很老實 現在的database很容易用 就是你用一兩次 你自己按一下 很快就上手 所以我做一些比較簡單的example 給大家看 然後你自己呢 再根據你們自己做的功課 或者project去到嘗試呢 其實很快你就會熟透了 那剛才我就是用 就是在yahoo或者google那裡 我在yahoo那裡 就用了solar system 那樣東西去做的 那我在這裡呢 另外用了一些search content 因為我鼓勵大家去做browsing 那比如我click 我在這個大topics 我browse這個大topics 叫做energy 那進來之後呢 你看到呢 有不同的subtopics 這個就是brows的好處 如果你search的話呢 可能你就馬上出了很多results 現在呢 你就可以再細分了 究竟我想找哪個 哪樣的energy呢 那我今次不找solar system 我找solar energy 那我會click到裡面一個subtopics 其實呢 它就會顯示整個 都是那個topics的一個介面 那你見到這些呢 我們叫一個個這些呢 叫一個portal 即solar energy是一個portal 剛才另外有一個win energy 又是另一個portal 那我這個portal裡面呢 即是你當是類似一個concept 就是你推開道門 道門裡面呢 全部的資料呢 都是solar energy的一關 無論是 左手邊你叫做videos image 又或者右手邊 你見到case studies podcast 那最重要呢 就是中間的 你見到呢 我們將不同的results 分好裡面 譬如在論文裡抽出來 solar energy statistics newspapers magicines 又或者reference 這些參考的資料 所以你見到呢 我剛才就在powerpoint裡 展示給大家看 有1000份journal 50幾本 百科傳書 那裡面的內容呢 我們現在就把它 by topics group to silence 那在這個portal裡面呢 全部的資料呢 都是關於solar energy 那給我參考 我click其中一篇文章去看 在這個參考的資料裡面 我click第二篇 solar energy 那大家除了可以見到 這篇文章的名字之外呢 可以知道這個sauce 在哪裡來的 就是這本書 這本呢 原本是一本這麼厚的書來的 就叫climate change in context 那我就可以click進去看了 咦?這篇文章是關於solar energy的 那我click進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整篇文章 這篇文章呢 全會在本書裡面的 現在呢 就在這個頁項目上面 你可以直接放在HTML 好像你看網誌那樣 看完整篇文章 連圖連文字 這樣可以看完 那麼放在HTML 你這個看 就是好像你看網頁那樣 有個好處吧 Copy and Paste 那些會比較方便 那你拉上拉下 也可以整篇適合的圖片 看完 那當然了 你除了看之外呢 我們這裡呢 有個 toolbox 可以幫助大家 去做不同的事情 可以去print print這篇文章出來 email 來自下載 download 你可以下載 那些 url 或者下載這篇文章 有人想到 然後呢 有個translation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8個國家裏面 其中有一個是Simplify Chinese的 譬如我點擊這個簡體中文 按道理就很快 它就會整篇翻譯出來用簡體中文 但大家不要用這個來做一個學習語言 因為你看見有日本語、西方語等 因為你這樣讀出來其實不是很順暢的 因為始終是一個電腦的翻譯 它不是一個真實的文章 適合文章,適合圖案 所以大家讀起來可能會有些失敗 但因為大家都是中文的 用來做一個參考也可以 另外呢,有bookmark bookmark這個,你按下去之後 這條連結就是永久性的 譬如你想和同學 你想和你的朋友分享這些文章 你就直接傳這條連結給他們 你的同學一按這條連結 就可以直接進來這一版 就不用在外面再搜尋 再搜尋才能進來 也有一個listen的功能 你可以聽整篇文章 整篇都寫出來 你可以聽 也可以下載去MP3 或者有一個citation tools 因為大家現在去做project 譬如你引用了某一些文章 在你的集作裡 其實大家都需要引文 引文呢 然後呢 按進去之後呢 這個就沒有顯示 但是呢 你應該會看到有兩個format 可以讓你選擇的 一個是mla 一個是apa 你這樣下載 其實就可以了 你用試 可以了 我這部電腦 不知道為什麼 直接呢 就可以幫到你們用不同的format 去做一個引文 那你就按進去你們的集作裡 就代表已經幫到引文 另外有一個share的功能 share的功能 大家可以share這個功能 或者是社交網站的 例如Facebook、Twitter等等 那譬如你share了 去給個另外一間學校的同學 那他看到這些文章呢 都看到的 他一按下去 就按不到別的按鈕 他只看到這些版 因為他assume 他們的學校 如果未必有這個data base 那他們就看不到 但是都看到這一版 那這個就是怎樣去 去搜尋一個topics 其實每篇文章都是 都有一個toolbox 去幫大家做不同的事情 就是除了看之後 那之後呢 就是去到一個world map 剛才我不是說有兩個 就是做一個proper的方法 這個就是剛剛 把issues 把topics 現在就可以把tut 那我點擊入那個map之後呢 大家就看到一個google map 那譬如我想找 有關中國的 對了 我點了Asia之後呢 大家看到中國呢 會有一個 有一個 針這樣 那我再click進去呢 我點擊中國這個pin 那它就會進去中國的portal 那跟剛才的solar energy 其實是類似的 那也是我們把所有有關中國 有關環保的資訊 都放在這一版上 那便方便大家去找 有關中國 還有有關環保和中國的資料 那麼有一個特別之處呢 就是右手邊呢 在一些國家那裡 我們有一些quick facts 那麼我們在法科傳書呢 就找到這些相關的資料 都是有關環保的 即是有關環保和中國的一些資料 我們都會放在這裡 給大家去做參考 那麼所以其實這個google map呢 這個特別之處就是 可以by country去做search 那麼去到video呢 但是剛才亦都跟大家說 你可以search videos的 那麼我search了之後呢 它就會顯示 如果我打solar energy 它就有17個video 是關於solar energy的 那麼你在youtube都找到的 譬如你真的在youtube打solar energy 但是那些呢 就真的未經過篩選了 這些呢 就是經過我們editor去選擇 去選擇 適合放在這個data basin裡面 那所以就 裡面的資訊呢 就會有保障 那我比如我開這個 由於時間的關係呢 我剛才已經download了 如果你現在才click的話呢 其實就可能要load一會 那我點這個呢 其實它就會整個video 就是整個video這樣顯示出來 你就可以online這樣看的 那這個也沒有特別的 就是大家其實都是這樣search 那之後那個呢 其實我覺得重要一點的 就是因為case study 因為我去damp這個database的時候 其實都幾多instructor 或者一些和我兒子說case studies 都幾有用的 那我也都是可以做一些searching search 有什麼case可以讓我用 比如我做的一個topic 叫organic foods 然後我做search search這個case study search這個case study 它就會將有organic foods 那些key word的case study 就會選擇了出來 因為這個呢 其實它有不同的方法 我便發覺我們的database 其實你選擇了case study出來之後 有時候呢 它會給一些web page來的 是整個case study就會顯示出來 有時候呢 會給一些pdf來的 那整個report會顯示出來 那所以depends of 你就可以click進去看 那比如第一個 the case for organic foods 那我click了進來之後呢 你就見到呢 會給了一條url我 是關於這個case的 那大家click這條link進去呢 其實它就會去到一個web site 而這個web site上面呢 整個case study呢 就會給你去 就是都是在一個web site 即是用一個web site形式顯示出來給你看 那另外一個case呢 我便試過呢 就是一個pdf的 譬如第三個case 這個 那我click進去之後 那你就見到呢 它就是有一條urlink呢 讓你download這個pdf 那你download完之後呢 如果整個關口都download了 那你呢 你就可以把整個pdf 開來看 那整個case study呢 就會顯示出來 所以你有時候就會見到 是用一個web site的形式 有時候會用一個pdf的形式 就是一個report的形式 讓你看到整個case study 其實都不可能 就是都是這樣 click 只不過那個format 會有時候不同 那最後一部分呢 就是那個academic journals和新聞 剛才不是說可以 大家其實可以有一個自己的account的 做一個registration的 那上面這個to bar menu bar那裡呢 你就見到 not sign in lock in 那我click這個 其實呢它就有一個位 給你做registration的 那大家其實這個registration 很簡單的 那這樣填一些資料之後呢 你再輸入你想用那個 那如果你是 沒有用過這個的話 就可以刪除帳號 那我用過呢 那我就可以用那個 自己的帳號 去到 lock in 那有什麼好處呢 當然啦 你看你剛才我有一些 呃 可以 這些文章呢 可以讓你做到一些 storage的 即是marking的 你mark著它 那你mark了在你自己的account裡 之後呢 你下次你lock out 再lock in 那那個folder呢 都要回收回這些資料 就像這裏 我在這個mark item list那裏呢 我就可以做不同的folder 去storage不同的articles 那或者呢 這個就是你的account的dashboard 那我出去的時候 其實最主要呢 這個功能呢 是給你們做一些customization的 在這個版面上 在這個版面上呢 其實大家就看到 這裡可以最多有百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百份的journal 可以放在這個版面上的 那如果你想customize它呢 你可以按這個customize這個按鈕 那你就可以選擇 你想擺放那百份的journal 或者magazine的那個名字 那個title設置 放進去 咦?我這裡原本應該有些東西的 可能呢 可能呢 咦?我看 他在購入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實你可以在旁邊的tick 或者呢 你之前選了的那些呢 你可以按這個減好 就是移走它 那這裡呢 最多呢 可以給你擺放百份的 那譬如我再選一份 那你就看到呢 我可以選擇多百份 如果你想找某一篇的journal 或者magazine 你可以在這裏打個keyword去search 那譬如我之前選擇多百份呢 我click submit 大家看到有寫書 journal 寫書 journal 寫書 journal 等等 那我click了submit之後呢 那個介面呢 就會去顯示這百份的journal 和magazine 那些流行者 然後呢 然後呢 都可以給我麻煩 你也看到 剛才我所說的 Nutrition journal Nutrition read 都會在我隔壁那裡顯示 就是你總之 你下次呢 每一次你lock in 用你那個usern lock in 之後呢 就要堅持這些的journal 譬如我click 某一份journal 的名字 那你就會看到呢 裡面呢 全部的那些results 都是coming from Nutrition journal 它就會把最新的期數 擺出來 2014年3月7日 那這個database 裡面的內容 其實會keep著update 如果你看到有些保障 或者有些內容 每一人總合作 那就 ensure 到大家可以找到 最新的一些資料 或者相關的資訊 那大家都OK吧 對這個database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都不難用 對吧 對 因為 就是 就像剛才所說的 其實大家 看到那個database 按不到兩三次 或者搜尋兩三次 其實很容易就傷心 因為現在這一代 你看到 是好像一個website 神經病 大家平時都用過 所以用一兩次就好 最重要就知道 好處 就是那個時間 和那個quality 那些results 一定會用給你看人 或者Google 或者會無記 我想問 剛才說share 那裡 我看到一些articles 或者資料 share給別人 你說只是它看到 其實在copyright的情況 情況下 其實 我不要 對 如果這樣做 OK的 因為我們不會整本 就是copyright就是整本書 那樣顯示 可能我會來 但我們在某一篇article 我們share 就是這樣做 所以OK 那一個 我想問 Citation Tools 是 Citation Tool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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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其實呢 剛才我講過Citation Tools 你按摩 就會顯示到 有MLA 或者APA 這個 但這個 我們要回去 檢查一下 因爲 其實應該有一天 都會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 IE的問題 就是 即是 應該要彈出來 用個box 彈出來 因爲我的機器 先試一下 但有誰是OK的? Citation 應該是OK的 即是彈出一個box 這個應該主要關於browsers 即是 或者這部機器 用IE的browsers 可能會有些 顏色 但通常 你試用一個box 所以事實上 那些東西 同學組有沒有問題? 因爲我們第二個 這個base 那位老師都在 如果大家 如果還有問題 可以 可以來我們LRC 可以問 如果可以解答 可以 如果未來我們再請教 彭先生 Evan 好嗎? 我們先多謝他 謝謝